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刚才中兴对游锡坤没有什么好话 但是游锡坤是四个天王里头第一个看破红尘的 他说我办公室那么大 没人开销一大堆 剩到好像不到十分之一 我觉得这是聪明的 而且老早就应该做不要等到现在 那你这样做的话 你省市省钱 老早就应该要 不要说走近历史的山洞 回宜蘭告老也是一个选择 但是你做这个选择的时候 你就不要去管别人怎么做 你就不要去拖别人进来说 你摸那你摸那你摸那 这个就难看了 我觉得第一 我们要学习裸退 那裸退嘴巴要干净 不要去拖人家 那我觉得李修莲 在欲生周报 对这个苏贞昌的种种批评 我最不了解 你都已经做到副总统 而且卸任 而且没事 而且享受种种礼遇 你就不要平白无辜去得罪别人 那我认为苏贞昌跟谢航廷 虽然都宣布说 不再回政坛 或是苏贞昌要等到旋风再起来 但是我觉得这两个 是心中还有盘算的 这两个是觉得 有一天如果情势大好 有一天如果国民党不行 他们都觉得说 2012的机会还在 那他们当然在各种 到底要留 还是要离开 还是要趁势而起 而且两个人彼此间 还要看对方在干什么 我才要怎么处理我自己 我觉得这个种种的盘算 种种的应用 这个我可以理解 我没有评论 所以这个天王之间的盘算 民进党四大天王 我给他们的评语很简单 都已经passe 都已经过去了 要选总统机会没有了 那四个人如果在互相 在这边讽刺来讽刺去 不要说非民进党的人士 民党自己也都会非常难过 假如说你这定点 你死了怎么定点 要做什么 我们举举个 李秀琳已经是副总统的 谢任副总统 李也都非常优厚的 他有没有机会选总统 秀琳姐你没有 再来谢长廷 他曾承诺过他退出政坛 现在要退不退 到底有退了没有 我也搞不清楚 他说至少不能再选了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政治承诺 那你要违背你的政治承诺 你能不能选 我也不客气讲 年纪 只要选总统 年纪比马云有大的 机遇都不大 不高 选总统的人年纪比马云有大 我看机遇都不高 那游席坤 在民党党内初选 都不太容易出来了 所以游席坤 他很聪明的急流勇退 但是他讲了一些 一些酸苏贞昌的话 基本上对他自己也不好 对民党也不好 那至于苏贞昌 他是民党里面 余温有蠢的人 那他是不是有机会 选2012年总统 民党游席会提名他 但是他当选的机率也不高 坦白讲不高 游席坤只是讲出这个 讲出这个什么 吸你的话而已 讲说这个 不要跟年轻人争 民进党的确要开始去培养 中生代 出来选的比较大的位置 是比较务实的 因为一次选不上 第二次还有机会 因为法国以前 那个西哈克总统 就是这种例子 他讲说我未必有机会 可是我拉拔年轻一辈 一次不行 两次 两次不行 三次 所以跑来一个是目前 刚当前的Sakkoji 对不对 所以要有这种凶心 当机会过去了 就过去了 要想办法拉拔年轻人 所以到底民党天王 能不能够在这个当下 急流勇退 让这个新生意带起来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妈回来 MING PAO CANADA